李卓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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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報治安首長》 我剛才聽到盧處長 回答我們其中一位議員問題的時候 說到強力部門 他說他不知道 我想讀一段文字給你們幾位聽 這是出自2016年1月6日的《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是 中国共产党中宣报人民日报旗下的一张报纸 叫《环球时报》 你听得懂吗? 《环球时报》在1月6日那篇文章 其中两段是这样说的 《铜锣环书店》虽开在香港 但它很大程度上面向内地读者出版销售政治书籍 因而事实上双脚跨到香港和内地两个社会中 它及内地维护秩序制造料特殊干扰 挖掉内地的法治长脚 内地围绕它展开调查 不仅理淡得住脚 亦符合中国法律 另一段 至于让李波出现在内地有关部门 符不符合基本法 关键是看李波以什么方式进入内地 如果是内地警员在香港对李波采取强制行动 将它五花大榜塞入警车带过检查站 肯定不行 但是全世界的强力部门 通常都有规避法律 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 要达到开展工作的目的 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线 我想问一下处长和局长 你怎样理解这两段文字呢 强力部门何所指 你刚才不知道 现在我读给你听 整个案情在这里已经 有个端倪 至少不可以说是真相大拔 对不对 告诉你 那张是中国共产的机关部 你两位情字首长 有没有读过这篇文字 第一个你先回答我 局长有没有读过这篇文字 读过 好的 处长有没有读过 我没有看过 你没有看过 你有看过 好 先问有看过 那你有看过 怎样理解这篇文字呢 你告诉我 或者让局长在这方面表达 主席 传媒 他们是有绝对的自由 作任何的报道 这是废话了 不听了 处长你回答吧 你没有看过 一个情字机关的首长 有人报了失踪 警方当是失踪人口处理 社会上骂得废废样样 你有看过《环球时报》 你知道案情大概是说什么 然后你现在回答我 传媒有报道的自由 你可以收工了 处长你没有看过 你听完我说之后 你有什么感想 对你调查这件案 有什么启发呢 这些都给官方回答 谁回答 我回答好吗 处长回答 你不用回答了 你可以的了 你回答案 你可以的了 你不用回答了 等处长回答 只等我三分钟而已 两个都不回答